先生 你一定有办法救燕家的 是不是 升职已下 燕灵也的确动手了 谢某不是神仙 若先生不是兄友成竹 是才又为何出炎江 薛国公之走 你一定有别的计划 你就这么相信我 信 宁儿 谢某不是好人 这一路走来 我与先生同心协力 对抗薛氏 先生所为 每一桩学生都看在眼里 这世上好与坏 本就说不清 但我知道 先生想做的事 就一定能做成 行为办差 还不让开 对不起大人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这木头 怎么能踩一地啊 这 行了 不要跟他啰嗦 掉头走 是 驾 让他关心 他 帮助 你 帮助 有 也 他 在哪里 求你 所以 通州到底出什么事了 薛家欺人太甚 入京营救侯爷 对 营救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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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住口 营救侯爷 我已说过 而今 京中消息还未可知 未得调令 私自出营 适同谋反 你们带侯爷一片忠心 可如此行事 是在给侯爷惹麻烦 都给我散开 几个时辰前 将军就让我们等 可等到现在了 要不是侯爷已经遭遇不次 那能连个信都没有吗 先是赵新 再是赵广 再这样等下去 我们早晚被薛家 残食干净了 我们要入京 面见圣上 就是 对 我们要入京 我们要入京 圣上 我们要入京 圣上 圣上 侯爷一信在此 燕家军听令 速速退下 不可生论 这真的是侯爷的义信吗 对啊 这人是谁啊 从来没见过啊 就是啊 侯爷怎么会把义信 交给旁人呢 是不是啊 是真是假 请燕六将军查验便知 不错 确实燕家世代相传的义信 无物 侯爷绝不会将此物交给外人 这真的是侯爷的义信 甘为一事侯爷现在如何了 侯爷现在平安无事 但前提是通州大营绝对不能乱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吧 太好了 侯爷平安无事 平安无事 太好了 先生的意思是挑唆军营划遍的 是平安王的人 没错 正如之前猜想 平安王的人在通州已有据点 并且已经渗透到通州军营之中 前几日 我已派刀勤秘密前往通州 监视军营的情况 京城 军营突然异动 刀勤第一时间飞鸽传输给我 我立刻派了一选前往通州 阻止冰暖 算时间 现在也该到了 先是欲如一案 再是交给定国公的那半封书信 如今又是军营 倘若燕家轻赋 则通州之地会乱 精灵兵马可长驱直入攻进京城 原来燕家之事背后 还有这么多人在搅弄风雨 怕了 不怕 学生来这一遭 就是为了逆天改命 不管多少人要动燕家 学生都会与之为敌